今天讲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悬疑惊悚片 男主由曾获8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小雀班出演 女主由曾获9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劳摩姐出演 但看这豪华无比的阵容 不用猜就知道她绝对的好看 故事开始 在米国新泽西州的一家医院里 女主艾米看到了一个新面孔 有个新来的男护士正在熟悉业务 热心的艾米静止走了过来 通过谈话得知 男人名叫查理 自称在酒家医院待过 艾米听后既惊讶又佩服 只是简单的沟通 查理就熟悉了医院的环境 第二天 查理发现艾米坐在床上呼吸困难 原来她患有心脏病 查理询问为什么不手术 艾米说自己是个单亲妈妈 仅有的工资只能养家糊口 之所以还在继续工作 是因为四个月后才能拿到医保 查理听后非常同情 她说会帮助艾米渡过难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都被分派到重症监护士负责 并且成为了非常默契的搭档 也正是有了查理的辅助 艾米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随着两人彼此的熟悉 查理时常到艾米的家里带孩子 原来她也是离异家庭 相似的经历让她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在艾米的心里 查理成了她当之无愧的好朋友 这天 艾米和查理刚刚上班 他们得知有一个患者突然离世 艾米听后非常惊讶 因为那名患者仅仅是烧伤而已 在整理一体的时候 艾米吐槽医院没人来及时善后 这句话让查理想起了小时候 她说自己的母亲也是病死在医院 而当他们赶到时 医院却把医体弄丢了 最后找了几小时才发现 当时的母亲衣不遮体的样子十分凄惨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查理内心的悲伤总是挥之不去 艾米同情查理的遭遇 猜测她选择做护士多少与这个经历有关 两个月后 医院的法务部门找到了警察 原来按照卫生署的规定 院方必须将离世死亡事件报给警方 警员小黑和搭档面见了医院高层 但医院方面却表现得有些异常 他们只提供了用药记录和血液检测 而内部调查却一张没有 回去后的小黑猜测这是为了走行事 但本着对案件负责的态度 他对患者的轮班护士进行了调查 并很快锁定了入职不久的查理 原来这个人八年前曾被医院指控 可令人意外的是 当地警方说医院后来取消了指控 并且案综上有个奇怪的备注 地高星 小黑听后虽然一头雾水 但直觉告诉他这个案件绝不简单 第二天 小黑和搭档来到了医院 并召见了当时负责的艾米 因为有院方高层的旁听 小黑并不能问出重要信息 这时有人来呼叫高层出去应急 趁着这个空档 小黑向艾米展示了院方报告 只是一眼 艾米就看出了报告中的猫腻 他说患者没有糖尿病 但血液中却有注射胰岛素的痕迹 结合当时对病情的了解 这说明患者存在被双重用药的错误 很明显 注入胰岛素是致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简单的几句话让小黑醍醐灌点 他确信这是一件医疗事故 难怪医院一直在遮遮掩掩 甚至还找人来旁听调查 随后 小黑从有案底的查理入手 询问他之前工作过的九家医院 但奇怪的是 所有医院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模糊 这让小黑有种几倍发凉的感觉 正当案情一筹莫展之际 医院的重症是又有患者离奇死亡 男人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交给艾米 然后走进病房痛哭起来 撕心裂肺的悲痛 让在场的人无不动漏 自从上次和警察接触以后 艾米也察觉到了这不对劲 她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小黑 小黑说警方怀疑查理存在问题 因为他工作的九家医院 似乎都在刻意隐瞒 这是艾米想起查理 曾经说过的一个同事 而那个同事正是艾米的同学 很快 艾米约见了这个同学 一番客套的寒暄过后 同学说出了查理任职期间的传闻 他们医院曾公布 一例患者的离奇死亡 经过调查 有人在盐水袋里注入了地高星 没有人怀疑是查理干的 但查理在职的时候 医院每天都有患者突发死亡 而当他离开后 每个月会偶尔出现一次 很明显 查理这个人有重大嫌疑 抱着怀疑的态度 回去后的艾米来到敬佩中心 开始一个个检查盐水袋 不查不知道 一查果然有人动了手脚 震惊的艾米非常痛心 她想不通好朋友竟然是个杀人魔 艾米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将情况报给了警方 得知真相的小黑没有采取行动 因为警方根本就没有证据 艾米想到刚刚离世的一个患者 或许她能够提供帮助 在艾米的牵线沟通下 男人答应了警方的请求 并让人将妻子的尸体重新挖了出来 随后不久 警方拿到了患者的尸检报告 艾米也拿来了查理在医院的取药记录 对比完证据后 警方发现查理掉取过大量的胰岛素和地高心 但他们很快又陷入了新困境 原来记录上标注着取药时又取消了 这说明查理没有真的取药 充其量只是点了药品而已 艾米立刻说这是取药记的漏洞 只要取完药再点取消 系统同样会判定取药失败 艾米说的没有错 但在法律上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证据并不能定罪查理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医院随便找个理由把查理辞退了 显然他们也查到了问题根源 为了避免法律的追究 把查理赶走是最好的办法 就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艾米自动请应协助调查 在小黑的建议下 艾米在餐厅主动约见了查理 两人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言语间对彼此充满了信任 查理坦言自己又找到了新工作 今晚就可以直接上岗 艾米听后胆战心惊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随即开始转移话题 试图用内部谣传来探求事实真相 查理听出了艾米的意思 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起来 看得出他很讨厌这个话题 当即发火并离开了餐厅 眼见杀人魔继续猖狂逍遥法外 小黑无奈拦截了查理 他们决定用突击审讯撬开他的嘴 然而令警方想不到的是 查理的冷静让人恐怖 审讯室内 小黑和搭档轮番上阵 软硬监视威逼查理吐出事情 但查理一直闭口不答 宛若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当警察提到母亲的时候 查理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 但嘴里仍旧说着不知道 小黑直言警方拿到了重要证据 并讲述了查理的作案过程 先是利用漏洞取药 然后将其偷偷注入盐水袋 因为袋子的密封性 其他护士根本就无从察觉 当患者被输液完毕后 他们会在一天后突然死亡 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 这手法简直是太高明了 面对警方的抽丝剥茧 查理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 他嘴里不断念叨一个词语 似乎是中毒一般 整个人陷入了癫狂 整整20秒的歇斯底里 让警方对查理彻底没有了办法 只要过了48小时 他们必须无条件释放查理 关键时刻艾米再次登场 凭借着对查理的了解 他决定对其做下思想工作 短短几个月的相处 艾米自认为能理解查理的内心世界 他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一张张胆琴牌被打了出来 很快 查理沉默很久后说出了一句话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让房间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艾米让查理说出受害人的名字 但查理却记不起所有人 因为经他手杀死的人太多了 为了避免死刑 查理承认谋杀了29人 然而实际上受害人数高达400人之多 他最终被判了18个无器徒刑 在2403年不得申请假释 查理做了16年的护理工作 他曾工作的所有医院都提出过怀疑 但无一例外 没有任何一家对他提出诉讼 当然 也未曾有任何患者向医院提出诉讼 至于查理的作案动机 他始终没有解释过为什么会这样做 至此 本片结束 这部影片被誉为良心护士 可能他想表达一种职业道德 也或许在试探人的基本底线 本片虽然有奥斯卡演员的加盟 但叙事上对人物的刻画却有些单薄 全程两个多小时 有兴趣的可以参看原片 原片推荐指数七颗星 感谢老铁们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